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波阿伯 欢迎来到每礼拜五的 恰文阿伯 好 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当然是精选网友 所提出任何关于商业行销 跟生命运到的挑战等等管理 等等相关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精选出来 透过Leo的手 黄金之手 黄金左手 精选出来了之后 再交到我黄金右手 所拿的手机里面 什么梗 就开始来回答 好 我们再回答 今天第一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 傻不垃圾 哥 这名字要可爱 好 所问的 台湾FB广告企业账户会限制域名 主页吗 有限额吗 我自己所申请到的是没有的 不会限制域名 然后主页 然后我也是申请Agent 账号 所以有50个 Ad Account 可以额外的申请下来 所以我是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 好 下一个是数据实验室 阿伯 你好 我是创立了一个多月的YouTube频道 然后目前订阅数刚超过100 是不是成长太慢 然后影片有哪地方可以加强 有什么方式可以行销 我的频道 我觉得这个频道 我刚刚稍微看一下这个影片的内容 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脸书上面 好像有看到的 这个非常病毒式的影片 就是非常多人分享 比如说 我记得那时候是 是国家GDP吧 我记得 然后看哪些国家忽然跑上来 它就一直有图表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个做得很好 就是在一些其他的人 频道底下留言问问题 因为像这个影片播出去之后 我就说 大家可以去订阅跟观看一下 这个频道的内容 如果你对数据在跑的事情有兴趣的话 我会觉得或许更多这种影片 比较容易被传递跟传出去的地方 可能是脸书这种比较快速可以分享 它扩散力比较大的地方 当然YouTube会推荐 类似像这样子的内容 在我们的其他影片底下等等 但是可能我觉得更快速的增长是在那边 目前的订阅数刚超过100 不会啊 我刚看到你的订阅数 一周之前跟一周之后已经到300多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成长速度不算太慢 因为YouTube一开始的成长轨迹 我现在还是很小 但我觉得真的是蛮缓慢的感觉 影片哪里有加强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可取代性很高 你必须要一直找到有趣的议题 去做这个数据可视化的东西 可是因为你们做的这个模式 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频道 也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有做的 观看数很高 也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就会被取代的 Leo有提到 就是他之前有看到别人的 是有加了旁白在里面的 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如果你把旁白加进去 然后加上你自己的风格 跟你的注解的话 比如说你的声音 或者是你讲话的感觉 跟古阿末很像的话 就是多一个古阿末 到古阿末在那边讲的话 你的数据在跑的过程当中 说中国快追上来了 中国哇中国啊好厉害 诸如此类的 你可以让这个 这个趣味性变得更强的话 那我觉得你的个人的风格会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种频道啊 当然你观看有了 可以去开盈利 可以赚到钱是不错 可是如果你的个人的风格 或这个频道的个人品牌的风格感 没有办法透过 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口白旁白 你的性格跟个性展现出来的话 那么取代性 这内容的取代性我觉得会很高 好那下一个就是佩佩问到的 请问阿北有机会拍 Google关键字广告投放 跟Google Ads 使用技巧的影片 好的未来会拍这个内容 Google广告我也是 十几年经验 十几年花钱的经验 好那下一个是Pixel Art Studio 问到请问阿北 目前在进行虾皮 贩卖营养补助品 跟个人用品 货源大家都一样 目前面临价格战 大家都一直在砍价 请问阿北可以如何从这里面逃出 好我跟你讲 就是逃不出的 我非常的理解 这个所谓的零售的生态 就是这样 尤其是小卖家 因为小卖家的话 就等于是大的盘商 他也没有在控制价格 所以对你来讲 你离盘商也很远 所以他可能也控制不到你 你可能是拿了第二层 第三层的商品 所以你为了要创造 能够销售的机会 你一定会把价钱砍低 因为你知道价格是消费者在这类型平台上面选择最直接的 因为比价太容易了 你去看亚马逊也是一样 就是亚马逊的商品的价格这么透明 每个商品的后面都一堆卖家在这个竞价 竞到价了才能够拿到所谓的购物车 那是更严苛的一个市场 基本上这些平台 他们所在做的事情 是在做GMB的最大化 就是整体的营收的最大化 在这平台上所创造的营收最大化 营收的背后就是抽成 就是百分比的销售的抽成 以及市占率 所以他们所有的平台的设计的逻辑 都是为了让价格能够持续的走低 所去思考的 所以我虽然不懂虾皮的演算法 详细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价钱低 卖的东西的量力会更高 然后所获得的评论也会更多更快 那么我相信它在排名的 也是会在更前面吧 就是类似的品牌的关键字 如果今天已经想要知道 买这个营养辅助品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够走出一条差异化的路 并不是那么多 作为零售者 你这种大者很大 这个弱者就会最后被淘汰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种转卖的零售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能够抢到前面 然后因为你的量大 你跟上游的厂商谈的价格更低的话 那么你赚的钱就会更多 然后再来就是凭你的效率 就是如果你的整体的营运 包装出货 然后系统跟广告的效率 做得比别人更好的话 那么你可以打这个price wall 价格竞争 然后你还是能够在里面赚得到钱 所以是在谈论营运效率的问题 跟币这件事情 但是价格会一直往下走 我觉得这是避免不了 就是这个是这里面的固定的 当然你可以偶尔透过一些有创业的方法 去避开这个价格战的一些感觉 比如说你有个商品拿到价格特别好 然后跟另外一个商品绑在一起 所以另外一个商品可能赚得到价钱什么的 但我觉得那都是过渡中的技巧 但也是重要的 因为这在讲的是营运效率的问题了 但是长期以来就是转卖别人的品牌 然后作为零售商的话 最后它都会面临到这种合并 或者是集中的问题 然后利润也不会是一个 非常高利润的一个产业 它是一个非常重现金重库存 然后重营运的一个商业的模式 好提供给你参考 这是我的经验 因为我之前在澳洲做的也是 就是Retailer 就是零售商 而那时候 因为澳洲的消费者 非常的善于使用价格比价引擎 他们很多人在购买之前 他们会先去Price Comparison Engine 在台湾好像也有类似的 叫什么菲比 然后还有什么类似的这种网站 在澳洲是使用率非常的高的 所以你所有在卖的东西 消费者都会去比一下价钱 所以虽然没有像Shopee Lazada这样的平台去帮你比价 可是因为消费者使用习惯 是会去比价的 所以我当时也是在Price Wall 打得很辛苦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的一些分享 跟我观察 好下一个是 Kid Tots问的问题 如果Facebook Ad不是每天在跑 比如说在Asset的层级 在周五跑 然后周末就关掉 因为周末以前的经验是点击率很低 会不会影响Facebook的演算 还是说只要还是在同一个Campaign里面 Facebook就会用之前收集掉的资料 为接下来的广告找对的顾客 简单来说 在不同的时间段 脸书会不会存在着上个 广告Set或广告的资料 为新加入的Asset 或是Add持续找对的人 如果你的时间只是关掉的话 那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脸书演算法优化的资料 是存在Asset的层级的 因为Asset里面才有你的受众的设定 跟你的Placement 广告出现的位置的设定 所以如果你加入新的Asset的话 那么它必须要在这个地方重新的学习 但是你说整个Pixel的资料 能不能够有影响 那还是会有影响的 只是它真的就是在Learning 就是在学习的广告的成绩是在Asset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同样的Campaign里面 加了一个新的Asset的话 那这个Asset没办法直接说 不用再进入它所谓的学习阶段了 是这样子 那你周末把它关掉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你也可以尝试的就是设定自动的规则 比如说如果点击率像 平常周一到周五比起来真的比较差的话 就降你的Campaign 这样的话至少或许在周末的时候 你还可以维持在跑的状态里面 不会完全关掉 可是只是因为如果跑的这个表现 真的比平常差很多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把你这个Budget 就是广告的预算就直接下降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未必直接把这个广告关掉 因为点击率很低 跟最后你没有创造是销售 未必是同一件事情 因为我先假设 你的广告是以销售转换为目的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还可以蛮多可以测试的地方 大部分我们自己的广告 不会刻意的在某些天就关掉 这样子 我们只会设定一些Rules在里面 然后它表现不好的时候 然后我们降Campaign 然后它表现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加大预算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在管理的模式 下一个是Maxwell 问的问题 目前FB广告已经打出去了 也有蛮多人感兴趣 可是却close不了单 进来的人蛮多 也是问问而已 转换率很低 请问我应该如何提高我的转换率呢 要从我按下手 还是提高页面上的紧急感 又或者跟客户聊天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呢 很多人感兴趣的话 我的猜想的事情说 广告的点击率可能很高吧 对不对 或者是广告的反应可能蛮好的 进来的人蛮多 也是问问而已 转换率却很低 OK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的是调查吧 我先假设就是你的广告的表现真的很好 就是你是以转换为目的的广告 不是专门以点击为objective的这些广告 所以这样才能够确保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同一种受众族群 如果广告的点击表现真的很高 代表说你广告做的蛮成功啦 既然他们看了广告想要点 就代表说这广告的内容是吸引他们的 可是到底页面却为什么不转呢 这就是可能在页面发生的问题 大于在广告发生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投conversion objective 然后能够把流量用这个合力的成本 带到这个网页 点击率也够的话 那我们先把广告的问题放在一旁 那我们再来就是看这个页面本身的问题了 那所以页面本身的话呢 你就要看你这个销售的好处 有没有说的OK有没有说的好 文案有没有够有没有到位 然后有没有很多其他的漏洞的地方 会让消费者离开 那如果你自己从一个自己的主观的判断 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试试看用这个survey的方式 我之前好像有拍一个影片 然后那时候我介绍一个工具叫做Lock It Orange 或者是Hot Jaw 都可以让你在消费者浏览的过程当中 pop up一个问题 你可以问他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原因是你在考虑 会让你不想要购买这个产品 然后给他一些选项 然后另外一个选项是让他可以直接填 他自己的答案就对了 那所以就是你可以透过就是survey 就是问你的消费者为什么你不买 简单来讲就是你直接问他为什么你不买 或你在考虑什么你在担心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你在不确定什么 你说有人会跟你聊天嘛 你看直接来聊天的都在问你什么问题啊 就是他会问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有效吗 就代表说你的文案写的可能 可能还没有在效能这件事情上或效用公用这件事情上说服得了他 那可能你的文案本身就需要再加强 所以你可以去观察就是这些消费者所问的问题都是哪些 如果他只是问多少钱的话 那可能是你的网页上面价钱没有 没有写清楚嘛 对所以我就看了解消费者之后 因为最好的情况是你自己能够进入消费者的状态里面重新跑一次流程 然后以你是一个消费者的姿态去重新检视网页的所有事情 因为最后有一个行销者或行销人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Ampathy Ampathy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你能够随时切换角色 切换到消费者的角色里面去 那如果你能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你应该能够从你的网站上面已经看出来很多可以修改的地方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去问消费者 就说为什么你不想要买 那如果你做了这个survey还是得不到你要的结果的话 那当然你还是可以问身边的朋友 请身边的朋友帮你audit 就是看你这个网页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样子 好那希望刚刚这两个技巧能够提供给你一些可以调整的方向好吗 好那下一个就是Faisley问的问题 就是刚毕业没多久想要转换跑道的菜鸟 常看你的影片对SEO跟广告投放有点兴趣想往这方面尝试 虽然我的科系是有关电商 但完全没有广告投放或SEO的课程经验 想问一下如果想往这类型发展是否需具备哪些必备知识以及技能 刚毕业没多久真的很迷茫 谢谢 好其实我们这个频道有蛮多就是想要转换跑道 没有经验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想要进入职场 不知道怎么进入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就是 首先你要先不能迷茫 首先你要能够先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 你有这个能力 然后你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 你是一个好的行销人 你有这个好的素材 首先你不能迷茫 因为当你迷茫的时候你就开始慌 然后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做这个也不对 做这个不对 然后做了什么事情就开始怀疑自己 你说我学这个真的有用吗 我花时间在这边真的对吗 我看阿伯的影片是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 我觉得开始会有很多迷茫跟怀疑自己的事情发生 所以首先你要很坚定的相信你自己所选择的这条路 然后开始很专注的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觉得在技能之前的话 我们要让心态能够先平下来 然后能够先让自己能够相信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mindset 是不是很惊讶 居然不是SEO 是mindset 我觉得你要先从mindset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做冥想 然后开始视觉化自己 在职场里面作为一个非常competent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行销人 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画面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能够让自己相信的 相信到入股 就是展现出完全的那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当你迷茫的时候 你是做不了好的事情的 你是没办法静下心来去学一个事情的 因为你会很快的 就开始质疑自己跟怀疑自己 这第一个我给你的建议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所刚刚讲的其实 如果你问我的话是都需要学的 而且是在初期的话学得越广越好 就是你所涉及的层面越广越好 因为你还不知道 就在这么多领域里面 你对哪一届专才你可能最有兴趣 而可能很多的公司里面 所需要的是一个通才 因为可能面对到专才的时候 有不同的agency可以帮忙 所以你可能不需要真的很专到 你能够做到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刚刚问的时候 你全部都要会 所以你要懂网站的转换的基本 消费者的心理学 网案的撰写 SEO的设定 广告的投放 然后设计的排版等等 这些基本的我觉得你都要学会 当然在过程当中 如果你能够有面试 你会随着每一次的经验 或每一次面试的对谈 跟你知识的越来越的齐全 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 可是呢 当然学到好这个地方 会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会觉得 这个就是很长的功课 就是它会慢慢的一直过 但是你可能在 还在走的过程当中 你就发现 你真的进入这个职场了 然后这个职场里面 可能他所需要你的 是某个特定的技能 的话你再去尝试 然后学习这件事情 然后看你对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的话 你再往深的发展下去 然后同时也在往横向的技能 持续的学习 这是我会给你的技能 这所谓技能术的学习方向 好这边是Janet问的 请问您了解 Facebook Global Page的功能吗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建立呢 我了解这个功能 可是我印象当中 没有什么需要条件 就是直接可以建立 但是之前好像 像不同的国家 有这个功能开放的时间 不一定 但是我上一次申请 也是去年的时候了 然后去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账号是在台湾 然后没有遇到什么 申请上的问题 所以我并不确定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条件 如果在观看的影片 对于Facebook Global Page 都是功能的条件限制 有很清楚的人 可以在下面帮我comment 然后分享你的经验 好不好 下一个是阿叶问的 就是你们好 很喜欢你们 觉得你们蛮有内容的 能不能邀请你来 我们所创办的职人讲堂 分享会 分享销售的技巧跟经验 给在地的创业者 在这里提出邀请 好 所以其实我不太做演讲的东西了 因为我 我已经拍很多影片了 对不对 所以我既然都已经拍了影片了 但我就希望 就是能够透过这影片 把我所学到的东西跟最多人分享 所以其实我的时间的分配上面 就是在演讲这一块 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而且另外呢 就是在销售上面的技巧 其实真正的专家 我们公司里面真正的专家 是我的太太TAMMY 好不好 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 就是TAMMY 她在销售上面 非常非常的有研究 非常有一套 我们公司的业绩都是靠她 好不好 跟我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公司业绩就是靠TAMMY 所以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然后TAMMY也愿意的话 那或许我可以 就是你可以传讯息到我们粉丝专页 然后把它转给TAMMY 然后让你跟TAMMY联络 这样子好不好 那下一个呢 是黄鸿祥 我现在每天在冥想 我是张佳伯 好 谢谢 在影片中面的示范中 想请教 如果像阿伯一样 把自我暗示期的长而广 在冥想过程当中 是否容易开始不够集中的导致失焦 你的建议是一开始专注一点好 还是把目标全部念出来好 冥想跟自我确认 就是SELF AFFIRMATION 这两件事情是有点分开的 好 我来分享 我再来分享一次 就是我在冥想的时候 我想的是什么 我在冥想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很安静的 我放音乐 然后我在听 我在冥想的时候呢 前差不多3到4分钟 我在想的是我感谢的事情 我就是眼睛是闭起来 然后开始想 我能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有呼吸 然后能够心脏还跳动 那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感谢 我也 我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感到非常的感谢 好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是我会做的事情 然后每一天 我都会想不一样的事情 也就是家人 另外在冥想的过程当中 让你自己能够 有种回到过去的那个时刻的 所以如果你所感谢的对象 是你的妈妈的话 你可以想一些画面 是你特别有感触的 比如说可能是妈妈 可能是骑着摩托车 带你去上课 或者接你下课的那个画面 然后让你重新回到那个时光里面 然后去感受那个爱 去感受那个感谢 所以这是我在这个冥想的 这个前3分钟 然后后来3分钟呢 我会冥想的方向呢 是一个比较视觉化的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宇宙呢 其实是有能量在流动的 而这能量呢 会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 所以然后我会因为这些 进来的能量而有所进步 在我所擅长的事情里面 得到增长得到进步 而在我不擅长的事情里面呢 也得到了痊愈 得到了治愈 得到了改善 然后接着呢 我会在想象 就是我把这一股力量呢 也跟身边的人分享 所以我就是一直视觉化的感受 这个过程 这个是后三分钟在做的事情 然后最后的三分钟呢 就是我在视觉化 最后我的目标达成 三年的目标达成的时候 的那个画面的样子 那因为我现在很专注的 在两三件事情上面嘛 当然就是我们公司的agency 这件事情 就是帮客户做出好的成绩 所以我想象的画面呢 当然就是我们客户的营收 增长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非常的开心 在这个握手 然后拥抱 庆祝 然后开香兵 然后恭喜他的业绩成长那么强 然后他们的工厂 因此而这个 蓬勃的发展起来 自己的品牌 把他们很骄傲 有自己的品牌 这样子的这个画面 然后说谢谢你 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品牌 非常的骄傲 然后不用再面对 就是被抽单的 这种害怕的感觉 所以这是我会想的 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非常的personal 非常的个人 所以对你来讲 他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去想象那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 这是冥想的过程 跟冥想的方法 在我的里面 那我当然放一个比较 舒服的音乐 不要在这个过程 放一些什么Rocker 摇滚金属 那你就会非常容易 就没办法 就开始听歌词 冥想之后 我会做Self Affirmation Self Affirmation 其实是透过不断的重复 你的语言跟字 去避免你有错误的语言使用 我在之前有拍过一个影片 就叫做 你的想法就是你的现实 你的想法往往很多是 想法到语言 语言回想法这件事情 或者你讲出来的话 会回到你的脑里面 所以透过Self Affirmation 自己念自己 你刚刚讲说 我专业又聪明 这样子 就是让你去专注在 你的优秀跟长处 跟你的长才的地方 不要让你去过度专注在 你不足的地方 因为你一直专注你不足的地方 你就会开始容易欺怒 开始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 但是也不是要你专注在自己的长才 就变得非常的骄傲 然后变成一杯满的水 再也不去学习 也不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更有动力去学习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所以Self Affirmation是你 完成了迷想之后 你才去做的事情 它的重要的目的 是调整自己的语言的使用 而去专注在好的事情上面 专注在你很值得被庆祝 你很值得为自己感到骄傲的 这件事情上面 你做得非常的好 你非常的值得 你非常的deserving 就是你已经很棒了 当然你可以更棒 你还有你的梦想 这个大家都理解 但是这个是让自己的Self Worth 自己的价值能够被提高 然后能够有信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Self Affirmation 自我的肯定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你理解之后 就应该不存在不够集中吧 对不对 因为你在念那个词的时候 你就是非常的专注 非常投入的 直接造稿念 这样就OK了 你把它写下来 直接造稿念 每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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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你就会调整你的语言的使用 你就不会去一直专注在错误的频道里面 好 最后一个是邱荣燕同学说 辛苦了 放暑假 Yeah 放暑假咯 好 那所以接下来Arbor要去放暑假 我们再两个月之后再见咯 不会再更新影片 开玩笑啦 好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并且帮我的影片按赞 或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 或能够从这个影片里面得到一些帮助的朋友 那我们就会在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记得要订阅 OK 拜拜